我,LOPD,已经盘过了动画OST,波曼OST,童年神剧OST,但在我小时候,还有诸如开家勇士,快乐星球,发拉拉小魔仙之类作品,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讲着我马时间的故事,确实了很多人童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期盘点,我们主打回忆童年,此刻,请把你脑袋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咒语打在公屏上,3,2,1,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吃大真人动画,微信解释, 粉丝盘点,主观主观,非常主观,挂不多说,开始,第十名,巴拉拉小魔仙 巴拉能量,正能量,五次两个星全身变,巴拉能量,哭泥狼,魔仙全身变,土拿来黑暗巨神,乌波拉呼,黑魔变身 巴拉拉系列,一个有刘美涵,赵丁麦,周宇彤的大型普通话宣传片,与你无关,小兰小月,美其美雪,眼里里有了娃子,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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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铃�铃铃�铃������� 当年跟着实习小魔仙美气美雪,每天飞来飞去,一起紧张地等魔仙女王的平分,一起以友谊的眼泪,揭开魔仙彩石的封印,有没有人专门抄写过她的咒语,模仿过变身动作,或买过通款魔仙神器,每天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一边吃着,一边看,听着小月的魔仙笑声,还要被催着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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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铃铃铭铃铭铃铭�铭铭�铭铭 你感觉那个告诉我们,善良和快乐很重要,它比成绩还重要的故事,是多难能可贵 第九名,诞神奇宗 选之不知前,诞神奇宗和爆玩小子battle了一下,阿尔法和周一火当年你看的是谁,毫不夸张 我曾在辣条一毛一根的物价时代,剩巨资13块,买过一颗诞神,结果是盗版,质量太差,根本喝不上 哇,透视了整整130个拉条,让我透视臭肝子的,就是这部诞神奇宗 一部祖国美丽新疆的环保宣传片,它将主角团穿越于各个时空寻找诞神 时不时欲界点毛绒动物和人类伙伴什么的 它讲一段从上海到新疆的友谊,更讲了一段一个原地旋转 再把诞神丢出去的中二时光,同时让我对那片草原充满了向往 没错,当你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在新疆了 2023年,青春之火在B站响起,我梦回火力少年王一半真人一半历会的片头 当时火力少年王带回了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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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球 以及那句广告字,奥鸡双算,你的伙伴摸先看了都说好 雪林公司当年我哪怕吃巨资也买不起的程度 不会有人当年就有吧 看剧的时候,想要加入江海队,想学李飞把悠悠球赚出特效 想学卖军的金龙百尾,虽然无一时限,但还是去网上搜过悠悠球大赛 哪怕最后我也只能比比睡眠时间,让他真的是一副用心 给我们安理悠悠球这项赛事的作品 他陪伴我们成长,陪伴我们见习一场,蓝天之约 Aka,盗墓笔记,动画版,醉一夜间观看 这是四人足用青龙,凤凰,白虎,玄武金石变身四灵战士 拯救世界的常见故事 但是他,恐怖 消失的伙伴,悄无声息变成火笔化 人类的血肉,刺扬欲望的屈仇 他,搞笑 大山叔叔坚持不屑给新商人订瓜 终于,新商人爱上了快递员 他,由中国弃之,悟空居士的诗句,适应到主角团的反应 千年战神吃油,是反派妄想战局的天火 正派战神反派,达成完美 个屁呀,天火压根不管七年多死花玩 凤凰战士叶金救到了大家,却救不了自己 白虎战士熬天在圣灵后一个人离去 从未被世界善待的普通人天佑 毕竟四灵战士守护了大家 却再也见不到为他唱歌的姑娘 就回头留恋的掌握 第六名,快乐星球 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 当年危机客上爱过回车店的请举手 连绒包的脚,多面前的哨子 老丸童爷爷一方一元的眼镜 爱客爱雪 加机油的姬老师 总是欺负乐乐的胖哥 十几岁的我觉得乐乐好帅 冰柠檬好漂亮 如今回看,八点六分的他 人是一部成人之作 五个一功成奖 电视剧飞天奖 他都网上有名 让我想骄傲的说一句 他的机器人妈妈 金色羽毛画笔 就是我的科幻启蒙 特别是记忆面貌 只要一边吃掉一边看书 真的全部记住 我真的很需要 曾经宣称要做快乐小神仙的小小少年 如今已经坐着月亮船 吩咐各自的成长 只剩下一把钥匙 留在他们,也留在我的童年 第五名,砍甲勇士 谁能抗几一套 闪着金属光芒的砍甲 反正我不能 09年的凯逸 以金木水火土五星 对于白金最赤黄武色 创造五套技能不同的铠甲 迷到万千小学机 天上的专用卫星 厕所后边的机子 召唤人们也要定时上大石班培训 佛系钢琴家延龙侠 劳魔但空大的风鹰侠 最强内战王黑旗侠 烂橘子就是烂橘子 超级美强汉雪凹侠 还有冲化飞送的祭虎侠 召唤人们一水打高个 凹进去的新南也有一笔八 最后登场的地皇侠 一套乾坤极光开入全场 宇宙最巧 弹奏猫 而系列的第二部行天 在豆瓣拿下9点1分 行天飞影金刚铠甲 对于天地人三才 幽名魔的三位队长 则对于贪嗔痴三醉 世界观冲出大连拉到宇宙 反反们的设定不再是纯恶人 可惜的是 这个系列到了哪瓦就逐渐衰落 但我的童年 蹭吟这些铠甲 闪着光芒 第四名 恐龙战队 恐龙战队的记忆被关了一万年 今天终于自由了 五人组变身恐龙战队 去拯救这个世界 霸王龙 猛马相 三脚龙 剑池虎 一手龙 恐龙战队 笨蛋反派 丽拉女王一生 让我的怪兽变大 双方较量开始 我的童年随之开场 水光节的恐龙战队 大概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决 没错 当年我看的就是这个美国翻拍的版本 那帅姿的Tony和Johnson 那美丽的粉日战士 还有粉日和绿日那古早的老四批 事实证明 绿色不仅更强 还能收获对象 小时候的我怎么就不在意这些 这些和这些 偏偏被剧能处得醒了 日本帅哥千千万假面骑士战一半 特色剧不能没有假面骑士 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从1971年的蝗虫开始 昭和骑士 评审骑士 令和骑士 吸引过7080 9000 10 各个年龄段的粉丝 成为了一条长达50年的时间轴 假面骑士有着包容的追剧氛围 就算你问一个砸在坑里的六级老粉 他也会亲切的告诉你 去搜一首你觉得最帅的皮套 然后欢迎入坑 当年一段 刹刹刹的变身 把我摔到外脚里内 这么多年 越来越美的女反 主要是张力拉满的皮套 逐渐把人吹在坑底 足迹遍布剧情 动作 科幻 恐怖冒险 各个类型 系列整体50年都在创新 他已经可称神作 第二名 铁甲小宝 我真正的感觉到 你的勇气在我的心里燃烧 机器人最强壮的甲虫 9000年的卡布达 金属英雄系列的压轴之作 请问 看过的人还冲浪过 还有没有人拿鲨鱼辣椒 当游戏ID 说还记得当年的一套变坏 手变脚 脚变手 空中翻跟头 屁股变成头 他的主题相当的不常规 已经谁家反派 这一顿保一顿 还得上班了 反派又为何不能因为 友谊许愿就下伙伴了 他将铁皮人画机为友 因为那是给小孩子看的 喝平心 请你帮我把鲨鱼辣椒 额头上的伤痕笑掉 可即使小时候的丸子会被遗忘 童年的西瓜会被吃光 但总有人风里雨里等在原地 因为那是给长大的小孩子看的 他探讨真假和平心背后的阶级矛盾 大概只有在卡布达这 集团的大小姐 才会和银头小馆的老板 站在同一个赛场 真物理比赛 又裁判的那种 第一 绝对不意气用事 第二 绝对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 第三 绝对裁判的公正漂亮 裁判机器人蜻蜓队长前来觐见 他是我童年最爱的蜻蜓队长 一王之王嘴角上扬 我的光盘结束 他的身份都是迷 所以到底是不是官方下场 官方在圈子发一下 是男人就应该默默的 白嫖 第一名 奥特曼 宰歌起 你还相信光吗 远古这个特色老字号 从1966年的枯想特色到现在 跨越半个多世纪 按年代划分成 昭和 平成 新生代 搭建了一个外行人看来 跟口红色号一样难以辨认的奥特宇宙 那些微型城市 还看起来过下雨 或不正经的怪兽 和性格起见各不相同的奥特曼 成了80 90 00 童年里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不说说 你们最喜欢哪一角 十几年前看奥特曼 除了买碟 就是等电视台转播 后来被正式引进的中配吉家 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人启王 也推开了平成的大门 从人间几大祖 到皮套和皮套野员 颜值这款 吉家拿捏得死死的 王牌飞行员们组成的胜利队 整体赏心悦目 虽然是子共相 但吉家的故事 带了童年绿积也很难打 留下了太多名产面 村子又回来了 村子又回来了 以前的村子又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和一些童年阴影 小孩子不需要你家 在他们长大之前 就像羊娃娃和玩具 手人摆布就可以了 但只要有这个温柔巨人在 就有安全感 而从那时起 吉家就教了我很多东西 其实每一个人 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变成光的 当年在电视机前 为吉家举起手电 为吉家喊加油的小孩 虽然没能成为了不起的大人 但永远会记得 那一年 我们都变成了光 好的 以上就是十大真人动画的全部内容 十部你看过几部 请在弹幕剧 提名你最爱的一部 你有没有站在操场上 和铠甲喝过鸡 有没有拿着塑料的魔法棒变过身 有没有比过机甲的战力 有没有陪他们从普通形态 到超级变换形态 再到双重超级变换形态 有没有跟李飞 一家开家勇士一起打过冠身过鸡 有没有一次次丢出陀螺 诞神和悠悠穷 虽甚至他们不会甩出动画里的特效 但还是不厌其烦地练着动画里的绝招 尽管曾经用来进入快乐星辰的键盘 如今只能用来开启每天忙碌的学习和工作 尽管我们会长大 但他们永远都是不败的英雄 燃着青春之火唱着我们的歌 感谢他们创造了一个个真实 却不存在的世界 让没有特效的现实 如此无彩缤纷 让快乐不止童年限定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